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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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细论法中故 如是等 明波惹生不失 如何落实不二法门的才不失 地藏经全是讲缘起的 从一开始就是善恶因果 欲佛的殊胜因缘都是缘起 凡是缘起法都是无自信 大家学佛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性空缘起 缘起性空 一切无障碍 说大圣也通 说小圣也通 说念佛也通 说做禅 修秘都可以 无论显密禅境五教四教 随便哪一法都不能离开性空缘起 你必须得懂得这种道理 你的大悲心升起了 升起了之后 不落爱见大悲 不从情感上出发 而是从理性上这样做 因为这个是顺清静的那个部分 顺空性 这是根本的 同是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回向用心 用得小 功德不大 供养一朵花 供养一枝香 这个福德可能是无穷无尽的 当你不失的时候 如果碰到这些人了 你要升起大慈悲心 应当在才师当中 加上法师 给他说法 为什么现在这么可怜 这么造罪 是因为你过去做得不好 你要给他念点佛号 教他念 虽然他可能不会相信的 能失的人用大慈悲心 产生一种殊胜感 因为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成就你的菩萨道 成就你的福的智慧 假使说你对他有慈悲心 还能软言未欲的 用这种态度来不失他 那就是平等 这种不失便于切处 便于法界 虽然你的对象是一个人 或是几个人 但你的平等心便于法界 所以才说这个功德 比不失一百 横河沙那些佛的功德都大 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的心量 超过公样一百 横河沙诸佛的客观现实境界 这个是理 理能成事 我为什么要讲信空人起 因为信空故而成就一切法 因此功德采大 一切有都建立在空上 金刚经说 一切的贤胜都以无为法 而有差别 但这里是在有为法上显的差别 例如我们看到 大悲心的菩萨 他见到众生的痛苦 就如同身受 他就发愿待众生苦 他说这个痛苦 加到我身上好了 我愿意替众生受苦 愿他们享乐 这是普贤 十大愿望最后的回乡愿 所以有智慧的人不失 跟没有智慧的人不失 是不一样 不失功德的差别 幽婆瑟戒经里 有这么一段故事 有一位菩萨 得了一团饭 如果自己吃了 可以保命 如果自己不吃蛇给别人 让别人保命 自己宁可死 这种未来的福德 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菩萨不求福德 不求来世的果报 求一切众生都成佛 他是这种的心量 把这种福德 回到星空缘起 把缘起回到星空 还要证得了佛性 这种功德不可思议的 不失的物质是有限的 随便你不失好多 也是有限量 但是内在的心量 是无限的 一树花 一只香 用我们的心力 把它观想成无限量 这就超过我们 现在讲的这个境界了 像增益阿含经 幽婆色经 食善业道经 这只是按人天因果 求福德 得到的是不受穷 来生富有 这是人天的因果 我现在讲的是 让大家扩大心量 变满法界 都是成佛的因果 现在我们就用那一分钱 供养给人家 不失给人家 这就是成佛的因 就是种子 我希望大家这样来不失 这种不失 就是调心 所以你不是普通的一个穷要犯的人 用这样态度来对待他 不失他 你的果报 就像不失百恒和杀的功德一样的 因为这样的不失 使你未来的果报 尝得七宝俱足 何况是衣食丰足 所以有智慧的人 才能这样不失 没有智慧的人 愚痴的人 他的不失就差劲了 果报也差劲了 回向的真实秘密 回向 回是回转来 像是去向 我把我做的这个功德回转来 把它去向一个什么地方 这是回向 我做这个福德 利益人了 甚至舍生命 让别人活着 自己不活 这个功德不小 也不太大 如果你把它回向了 一转眼 这个福德就大了 回向给法界 法界是无界限的 法是心 心没有县界 回向法界 就是用你的心量 回向所有的一切 便一切是一切人 这回向功德 就不可思议了 还有你回向十道 二十道都没有关系 念完经 先回向我的六亲眷属 以此诵经的功德 回向我的六亲眷属 乃至于跟我认识的人 都得到幸福 另外把诵经的功德 再回向法界众生 或者是有人求你 希望你给他回向 你又回向给他 这叫辗转回向 无穷无尽的回向 这个功德 越来越大 就像我们北方 所讲的滚雪球 越滚越大 你最初念经的功德 假如这个回向的 功德回向的很大 能够产生 很大的效果 把这个不失福的 所得的利益 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 这个不失的国王 能得的果报是什么呢 十节 生生世世 做大饭天王 大饭天王的寿命 跟我们人间的寿命 差太远了 大饭天王的寿命 是六十节 他死了 死了又生 生为又做大饭天王 大饭天王 还是有寿命的 他寿命有尽的时候 天福尽来又寿生 寿生 又生到大饭天王十节 生生世世为大饭天王 以这个回向的功德 能得到这么多的报偿 这个报偿还没有完 为什么呢 历来美尊佛成道之后 最初的请法者 都是大饭天王 而且他请的是大圣法 在十大节当中 他会见过好多佛 他闻了法还成不了道吗 决定成佛 就是以这个不失 加上他的态度 回向 他所得的福德 就是这么一个福德 这是智者的不失 翻过来 就是不智者 就是愚痴 像我们供养三宝也好 或者帮助道友也好 特别是注念的念佛 那不是物质的不失 而是法不失 但是你应当把注念的功德 回向给大家 回向给一切众生 不要单给注念的那一个人 回向一个人功德很小 只局限在他一个人身上 如果你回向法界 那就无穷无尽了 今天 在这个时辰死的人 我都给他注念了 以我的心力 以我念佛的佛力 把他们都送到极乐世界 这个功德就罢了 我们平常讲修行 只要能照这样 修行就是普贤行了 会很快成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